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请大家聆听圣言 攻读《猎王》记上 那时候舍巴女王听说撒罗满 因上主之名获得的声望 即前来以难题拷问撒罗满 他带了许多随缘 骆驼装载大批的香料 黄金和宝石来到了耶路撒冷 当他觐见撒罗满时 就向他提出了心中的一切疑难 撒罗满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 一一给他解答了 没有一样可难住君王 而不能给他解答的 舍巴女王看见了撒罗满的种种智慧 和建造的宫殿 沿袭上的摇转 君臣的坐次 服从的侍候和服装 供应的饮料 以及他在上主殿内奉献的全凡计 惊讶的出神 因而对君王说 关于你的言行和智慧 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传说 的确是真的 以前我远不相信这些传闻 极致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人告诉我的 还不及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富贵 远超过我所听闻的 你的妻妾 你的臣脯 能常常视力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智慧 是多么有福 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你 他喜爱你 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位 上主因为永远喜爱以色列 才立你为王 领功行义 舍巴女王 税将一百二十塔冷通黄金 大批香料和宝石 赠送给君王 以后进入的香料 再没有像舍巴女王 送给撒罗满的那样多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一人的口清土智慧 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 寄望于他 他必使之成就 他必使你的义得如光出现 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 一人的口清土智慧 一人的口清土智慧 他的舌头讲论公义 天主的法律在他心田 他的脚步必坚定 他的脚步必坚定不偏 一人的口清土智慧 一人的救护是来自上主 他是他们困恶时的护手 上主必扶持祝诱 解救他们脱离恶人 上主必予以挽救 因他们曾向他投奔 一人的口清土智慧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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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你的话就是真理 求你以真理助胜我们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儿骨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叫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 且要明白 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 能污秽人 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污秽人 凡有耳听的 听吧 耶稣离开群众 回到家里 他的门徒便问他 这比喻的意义 耶稣就给他们说 怎么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 不能使人污秽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但到他的肚腹 再排意到厕所里去吗 他这次说 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耶稣又说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误会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 是些恶念 邪添 盗窃 凶杀 奸淫 贪淋 毒辣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放 骄傲 欲望 这一切的二事 都是从内里出来的 并且使人污秽 天主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秽 过年快到了 家家户户都会开始 大扫除来迎新春 这周我回到家 帮妈妈洗窗帘 抹窗口 但是年纪大了 不会毁之 便全身霜疼 也不知道这些尘埃 到底从哪里来 这些灰尘是从外面进来的 但是家里堆积的东西 也必要舍弃 这样才是去救灵心 可是我们都知道 要丢弃家中的这些收藏 是多么的困难啊 因为我们都把它们视为宝 有着情感的价值 纪念的价值 因此呢 都依依不舍 爱不释手 今天的福音非常有意思 人里面怎么会有死人污秽的东西呢 它们的起源是什么 今天的福音列出了一单子的东西 像邪念 邪淫 盗窃 凶杀 奸淫 贪灵 毒辣 诡计 犯淡 嫉妒 毁谤 骄傲 欲望 这些都不是从外而入 而是产生于内心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三个所谓的二事 就是恶念 奸淫 还有贪灵这三样 恶念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恶念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不平衡 心里失去平衡 是因为自我受伤 我们的ego已经受到了伤害 别人说我 讲我 批评我 不称赞我 让我失去了面子 无脸见人 下不了台 因此我就不服 我要报复 我在记仇 我要等待时机来对付你 在这个同时 我也产生了自卑 我会对自己说 我是受害者 老天不公 为何是我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恶念便产生了 一脑子便是想着 计划着报仇的办法 这些恶念就像家中的收藏 爱不释手 甚至到了临终浮游的时刻 有些人还不能放下 把怨恨也带上了黄泉路 这又何苦呢 受害者始终还是自己 这些人通常睡眠不香 无法高枕无忧 吃也吃不甜 胃口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病就来袭 那病情变加重 通常这些人 永远喜乐不出来 因为他不是算计人 就是被人算计 因此非常的悲观 第二就是贪灵 贪灵其实也是一种 心理的不平衡 因为这些人不知足 我们说人心不足舍吞向 他们追求更多 更新更高 更好 更贵 更大的 等等 渴望是必要的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 渴望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股动力 让我们前进 但是我们也得注意 世上的一切 不是永恒 只能是占性 到头来 曾经拥有的 现在就像流沙似的 从手掌心流走了 那在这个追隐制的过程 可能我们还会失去了 亲情 健康 还有友谊 我们的这个发财梦 最后还是成了泡影 最后一样呢 就是淫荡 淫荡牵涉到我们人的性欲 在动物界里面 其实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在固定的时期 才会出现性唤起的现况 主要是为了繁殖 不是为了乐趣 天主赐人类性欲 是要让夫妻合一 两人成一体 可是呢 人与动物不一样 尤其是男士 他们随时都可能 有性欲的骚扰 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处理的 当人面对寂寞 无聊 生活上面对很多挫折 或者生活上 碰到很大的压力 通常都会找一些 发泄的空间 最简单的一种发泄方法 就是所谓的手淫 还有色情 如何去处理 是一个很难做到的 总结呢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做人很难 需要一个人心理平衡 节制信誉 知足常乐 这个要求非常的大 如果人做到的话 这个人已经呈现了 那我们呢 大多数都无法做到 只能恳求天主 在试探我们的时候 不要超过我们的能力 天主保佑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我们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